索尼PSP的怪物猿人当年让我记忆游行 现在有了PC掌机之后 所有的3A游戏都可以在上面游玩了 索尼当年的口号是所有游戏在这里季节 让我们看看索尼第一放的PlayStation游戏 战神在720P FSR质量情况下 基本上可以稳定40-50帧左右 大部分情况甚至可以到60帧 是可以畅快游玩的一个状态 这也从另一种层面上战胜了周哥的一身速敌战神 现在战神物也同步更新了 看看之后能不能PC隔几年也玩到这个战神物 现在是索尼的蜘蛛侠系列的第二款 今年也是出了两款蜘蛛侠在这个PC上面 游戏优化也是不错 原生支持这个FSR2.1 性能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这个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神秘海域系列 而且一更新就是两款 后续肯定还有更新 我们大家期待着后续的更新就可以了 这个游戏是支持这个DX12的着头剧缓存 虽然加载时间有一点点长 但是换来的收益是很好的 真的是主机级的优化 相当的丝滑 我觉得可能是A卡的原因 所有的遗址游戏都有这个FSR2.0 只要有这个东西 掌机是都能玩的 当然这个也看厂商的 也有厂商在PC上想试图玩起的负优化 然后被MOD打回原型 这个就是最终幻想器 在PC上它的一些负优化是很影响性能的 然后口外大脑打了个MOD直接帧数翻倍 而且更清晰了 真的是太牛逼了 当然也不能因为是PC为所欲为 马上入冬了 地方还是应该多穿一点比较好 我这边是装了4期的游戏 让我们来看看PC上的其他游戏 首当其冲 那就是我最喜爱的2077了 现在这个2077有FSR2.1之后 优化是相当的好 丝滑无比 当年核显能跑2077简直像笑话一样 现在看看完全是没问题 在FSR加持下可以跑个五六十帧 如果你开这个光追的话 也可以30帧游玩 赛博朋克的世界是用脑机接口的 这个机器有显卡物接口 接了显卡物之后 跑光追也是没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也可以开Steam的前端 说起Steam那肯定跑不了老头还了 能真正16比9 而且上下没有黑边 跑五六十帧的PC掌机 暂时来说应该是知词一样 在PC上可以关掉反作B系统 来提升一定点帧数 同时也可以让我这种菜机选手顺利通关 如果打开反作B系统 在这个掌机上要跑到五六十帧 的确是有点难 其实优化来说更多情况下还是 Windows平台跑得更加流畅 毕竟更多的MOD更多的进入性 然后我们来看看SteamOS 暂时无法玩的一个游戏 使命之后二战区 这个游戏暂时来看是相当的吃这个CPU 瓦数跑的相当的高 反而是核显不怎么吃 虽然说对大部分PC台式机来说比较友好 但对于掌机来说 这个CPU的功耗的确是有点高了 至少要看28瓦才能玩战区流畅的话 这个的确有点差强人意 好在这个游戏可以1080P流畅游玩 然后我们来看看索尼的老对手XGP 那是真的想枪车球什么都有 2042在第三季的赛季更新之后 这颗游戏居然是也能玩 而且是几乎可以跑到个40帧到60帧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还是128人的大战场 如果降低瓦数的话 32人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地平线就相当友好了 只要15瓦的功耗就能跑了 而且周边功耗只有21到22瓦 这个相对于其他掌机来说 是相当好的一个周边功耗了 目前来说是能耗比最强的掌机 而且没有机 最近世界杯打的火热 XGP的枪车球自然也不会放过非法吸引 非法22甚至23都能免费游玩 这对比实况系列真的是进步太大了 实况真的是进步行了 然后如果低瓦数的话 5瓦的话原神也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开的 在这个状态最大游戏时长应该是4小时左右 光画质的话15瓦也是可以60帧的 然后安卓模拟器也是没什么问题 完全可以玩的 几乎是一个电竞级别的体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期视频会搞一个 如何把Windows平台包装成一个 真正的游戏平台 这个叫成Steam Deck也是可以用 我觉得Steam Deck的Windows 还是比这个Steam原生的系统好 至少在兼容性上还是强不少的 至于Steam Deck的这个着色机缓存 已经有低XVK的兼容层了 奥德赛的话用了之后可以增速翻倍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整合系统和手动用话包 已经放在全里了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